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县法学的节目 我们今天邀请到台湾县法学会理事长 也是我们台湾学堂副校长许庆熊教授 跟我们来讨论这个人权保障的议题 许教授好 各位上官朋友大家好 许教授上次我们提到有关人权的本质的时候 你提到了一些看法跟其他的学者 好像不太一样 你也说到说人权的本质 并不是说那种非常崇高的那种 这种信仰 而是说人在被压迫的情况底下 为了追求这一个获得解放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这一部分是不是请许教授 再进一步说明一下 是的 人的历史 就是因为存在着人压迫人的状况 那这些被压迫的人 为了受不了 所以站起来抵抗才产生人权保障的这个system 所以压迫跟对抗就是人权的本质 例如我们看最早在专制统治的时代 政治压迫就是要求人民你要做顺民 你要做忠诚 国王就是什么都是对的 国王不会做错事 不会做坏事 但是事实上并不这样 当人民受不了专制体制的压迫 就站起来争取自由 所以后来就建立民主制度成为自由人 国家的主人 那这个就是政治上的对抗跟压迫 造成民主制度的产生 后来宗教也有压迫 所以为了防止宗教团体对所有人的宗教信仰的压迫 后来各国宪法也列入信仰自由的保障 更严重的 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后 资本家有种种的压迫对劳工 所以劳工起来抗争取得劳工基本权 这个都是一种对抗压迫解脱的一个过程 是非常惨烈的 而且是非常激烈抗争的一个过程 所以人权除了是人之所以为人不可以缺的权力以外 事实上就是有压迫有对抗才形成人权 人权是由具体的对抗抗争而得到的 换句话说 人权是因为人类社会上实际必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压迫状况 也必然存在着被压迫者的凄惨的状况 所以我们才要把它列入宪法 成为保障的对象 也就是说人不为己着想 那怎么可能 人是自私的 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性本质 如果我们的社会存在着 人人爱我 我爱人人的这种像宗教或思想家所期待的道德 每一个人都会为他人着想 那就不需要人权保障 就是 我有一个面包 看人家二肚子我拿一半给他 这样的社会 这么样的人人 我爱人人 人人爱我的社会 那 何必谈人权呢 对不对 人权自然就有了嘛 世界大同 对 世界大同 所以这个都是宗教道德的一个理想 但事实上做不到嘛 所以人权的本质就是人的丑陋的一面 而形成必须要有人权保障 这个才是实实在在 确确实实的 人权在本质上 绝对不是只有一个抽象的理想或宣示 必须要实实在在的解决我们刚刚讲的压迫状态 所以被压迫的人跟压迫者之间到底有什么问题 他们的对抗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解决 因此除了列入宪法以外 我们还要解决宪法所保障的人权 我们还必须要说 要不要必须要去探讨 分析 到底某一种人权对抗的对象是什么 所以对抗的对象在哪里 谁是对抗的对象 这样之外 还要分析各种各样的人权 像工作权是只有劳工才能主张的 所以每一种人权 谁可以主张 谁可以拥有 还是所有国民都可以主张 甚至连外国人都可以拥有 那这个都是必须要详细的分析探讨 例如劳工基本权 它对抗的对象是什么 就是资本家 特别是那些恶职的 恶劣的资本家 剥削劳空 不择手段 的资本家 那就对抗的对象 劳工基本权 要保障的就是劳工 所以只有劳工才能主张劳工基本权 我们下面会讲到 公务员虽然也像劳工 也像被雇佣者 但是事实上 他不能主张 为什么 原因理论是什么 这个在宪法学 都处理保障基本人权的时候 都要分清楚 因此人权只有在 有对抗对象 有谁可以享有 然后更重要 我们一再提到 上一次的节目我们也提到 所有国家的公权力 所有公务人员的站出来 具体保障 这个才是人权 如果不是这样 那列入宪法 保障的人权有什么意义 结果还是要每一个人自己站出来 抗争抗议才能得到 那所谓立宪主义 法治国家保障人权的 民主法治国家 就不可能 没有意义 就不可能存在 所以我们台湾今天 对人权 或是中华民国宪法 保障的人权 还是存在这种 错误落伍的观念之下 因此造成 台湾人民对人权 对宪法都没有实际的感觉 也认为是一个 他只不过是一个口号虚假的 我们只有站出来抗争 才能实际得到 那这样台湾就是一个没有宪法 没有人权保障的一个社会 是 许教授刚刚提到 讨论人权除了就理论上的探讨之外 也必须要讨论人权它对抗的对象 以及人权的主体 是谁享有某种人权的主体性 另外就是国家的体制或者法律 怎么样实际的来保障这些人权 所以我们如果从过去的大家的经验 或者是过去的这个戒严体制来理解 这个政府它也制定有关剥夺 或侵犯人权的这些这个出版的自由 或者是游行集会结社的这个自由 甚至之前的这一个惩治判断条例 这种所谓的唯一死刑罪 甚至是刑法一百条的时候 这种对于思想的钳制的这种情形 所以台湾人民要对抗的对象 就是国家的这个权力机构里面的这个立法权 当然也包括这个行政权甚至是司法权 整个国家的机器都是在成为 这个迫害人权的这一个压迫者 那是不是请这个许教授就进一步说明说 如果立法行政司法都做不到人权的保障 那这时候怎么办 是的 刚刚主持人也说明了很清楚 在民主法治国家宪法所列入的人权 那国会就必须要进一步的思考 要怎么样落实它 要怎么样有效的保障 因此就会制定相关的法律 来保障言论自由 保障新闻媒体真正的反应民意 成为国民的公共化的媒体 这些都是国家要努力去做立法机关 然后行政机关要去执行 有效的执行 定了法律放在那边不执行 那也没有实际效果 所以言论自由各种各样的人权保障的 宪法保障的人权 那立法机关要立法 行政机关要有效的执行 让人权保障真正能做到 万一这些都出问题 那最后我们讲过 在司法独立的部分 我们也一再提到 司法是维护人权的最后防险 所以这个时候司法就要站出来 国会你制定的集会游刑法不对啊 它违反宪法 像我们过去界限体制的集游法 到今天还是问题很多的集游法 那就要宣办 它是违宪 违反宪法人权保障 所以它无效 行政机关就不能执行 但是如果连司法机关 那些法官 那些大法官也站在统治者的立场 根本不去处理违宪的法律 不去处理这些侵害人权的法律制度的时候 那怎么办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台湾长期以来 一再发生的人民的抵抗运动 从90年代一直延续到今天 最近的几年的太阳花运动 种种都是属于这个 因为立法没有办法有效制定法律 维护人权 行政机关执行的时候 错误摆除违反人权 没有办法有效保障 司法机关最后关头也没有站出来 指责国会制定的法律错误 指责行政权执行的时候 警察违反人权随便错乱的解释来执行 那司法机关也做不到这样的时候 那人民就像我们一再提到的 要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对抗 这个就是超越宪法法律 而存在的抵抗运动 抵抗权的理念 刚刚许教授提到 就是如果人权只是说 对抗国家的这种压迫的力量 然后所以需要透过这个宪法 或者是透过这个国家的这个制度上来保障 那除了这个之外 有时候这一个 譬如说这一个很庞大的财团 或者是社会上其他的很巨大的力量 它是不是也会产生这种压迫的这种现象 然后会迫害到这个人权 所以这个在整个制度上 怎么样去对抗这一种其他的 除了国家体制的这种迫害者的力量 是的 早期先进民主国家 也都是把人权对抗的主要对象 放在国家权利 认为国家权利 确实常常因为执行过当 和侵犯到国民的自由人权 因此就产生一个误解 或是忽略到 除了国家权利以外 事实上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 发展 各种各样复杂的人跟人的权利关系 会出现 特别是资本主义出现以后 社会上巨大的财团或公司组织 或各种民间社团 有时候比国家权利更严重的侵犯人权 所以我们常常有一句话 形容一些财团 富可敌国 人国家权利 他都可以超越他 超越他当然就可能 对一般国民对他所控制的财团里面的弱势的劳工 造成人权的侵害 因此 现代人权认为 除了防止国家权利滥用 除了防止预防 立法权 行政权 司法权 忽略人权或无法保障人权之外 更重要的 还必须要注意到社会上的 可能侵犯其他人人权的各种社会力 这个就是所谓 人权不能只界定在国家跟国民之间 必须要处理 其他可能存在的支配 弱者 压迫其他人的各种社会力量 所以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后 人类社会就开始注意到 种种社会巨大组织的 侵害人权的现象 人权的侵害现象 也事实上不只是社会巨大力量 我们如果了解 也常常会看到 人权也存在于家庭 父母子女之间 不是每一个妇女都爱子女 就像我们一般人一样 也有不正常的状况 父亲虐待子女 或是家庭之间 夫妻互相暴力的家暴现象 那这个都让我们知道 人权不只在国家跟国民之间的 对抗关系 人权也要介入到 人跟人的 私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必须要认识到 会造成压迫的 不只是国家权利 还包括社会力 特别是经济层面的权利关系 社会上的强者跟弱者的关系 这个都是人权要对抗 要注意保障的对象 人权除了处理国家的各种压迫之外 更应该介入处理 社会的各种压迫关系 因此人权因为要对抗的权力 产生多元化 所以使人权的项目内容 还有它种种应该调整 扩充的种种制度 也非常复杂 因此我们可以说 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 是以下的定义 基本人权具有对抗 压迫状态的本质 人权可以定义如下 现阶段 人为了对抗来自国家 跟社会各种强大压迫现象 为了维护每一个人的人性尊严 跟人格的独立存在 应该拥有 而且要求国家政府 必须要用公权力 全面的介入的 一个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 这个才是我们所谈的基本人权 跟一般普通所提到 一般用语的人权 是完全不一样 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 就像我们刚刚所讲 它是经过历史的远辩形成 然后国家权力 民主国家为什么要用公权力 介入权力的保障人权 也是基于这样的原因 是 许教授刚刚也详细解释的 就是由于这种压迫 以及对抗压迫的情形 所以才会有人权的保障 以及对于追求社会 以及国家体制的制度性的 这种保障的出现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请许教授 再跟我们讨论一下 就是在这个行政的中立 以及媒体的公共化的这一个部分 我们怎么样来做进一步的 这个人权的这个落实 是的 有关人权的观念 我们知道 近几年来 台湾人民最不满意的 或是常常 感觉自己的人权被迫害的 就是来自行政不中立 来自媒体 根本不能正确的提供国民资讯 甚至扭曲国民的意愿 人民的意愿 然后造成假的民意 然后造成对人权的侵害 更严重的就是 社会上有很多政商勾结的对象 这些都是来自 我们刚刚所提到 人权要对抗的对象 变成非常复杂 因此我们怎么样来 思考这些问题 怎么样来防止行政不中立 媒体成为财团 甚至外国势力 我们说内乱外患 我们的媒体已经是外患 因为它就是来自外国的势力 控制的媒体 是敌人已经像木马一样 进到我们城内 随时要吐杀我们 维号我们 所以如果 有这样的媒体 那我们的人权 怎么可能得到保障 那政商勾结 也是基于这样的原因 持续存在 因此 我们应该好好来思考 怎么样有效保障这些人权 是 那防止这样的状况发生 对 那这个部分就是 过去我们在这个有关 行政机关在执法的时候 是不是有确实保障人权 其实引起台湾社会很大的 这个 这个关注 因为 许教授过去也讲 这个政府是为 为保障人权存在的 所以如果是没有办法保障人权的话 那这样的一个政府 其实人民就应该要去 抵抗它 甚至是推翻它 那所以我们接着就来 讨论一下 就是在这个整个政府的机关里面 那行政的部分怎么样去做到行政中立 那怎么样去保障人权 那我们以过去 这个台北市长选举为例 就是说这个柯文哲要选市长的时候 那这个国税级高规格就要查税 要发工文 要约谈 又要提供 要求他父母提供借据等等之类的 国税级说是依法查税 有人捡取 那这样的情形是合理吗 它是这个有达到这个行政中立 因此针对这个问题 当时或是一直到发展到现在 一般人还是不了解 这个是属于人权保障的一个问题 而不是大家感觉不公平 觉得直觉的感觉 或感情上认为不公平 不应该这样 如果我们还是存在这种 没有客观的一个法律制度 单纯的只针对发生的事情 来提出说 这个不对 这不应该这样 那我们就不能成为一个 民主法治的社会 所以我想下次的节目 我们会针对这个问题来分析 为什么这个是人权保障的 制度上的问题 为什么如果健全的制度 保障人权的制度之下 就不可能发生 或大部分可以排除 这种现象产生 是 这个部分在过去 柯文哲在竞选市场的时候 也有人检举 另外一个候选人 也有类似的这种逃漏税的情形 所以但是政府机关却没有处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下一次就会再请许教授 针对这个行政中立 如何来确保这个人权 它的重要性来进一步说明 谢谢各位收看台湾宪法学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